记者彭建立苗栗报道,冬天最怕脑中风的发生,苗栗市大千纵和医院神经内科团队今天举办牵手艺势情,寒冬送温情,教民众运用可维护心血管健康的黄色蔬果柿子与地瓜一起制作好吃麻薯柿饼,教导民众从饮食预防心血管疾病。 大千纵和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林义夫表示,最近阴天气变化影响,11月间医院就收治25个脑中风的病人,不论是缺血性脑中风或是出血性中风,最主要的关键就在于血管是否健康,想要维持健康的血管。 除了平日里要有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借除烟酒,适度运动,控制慢性疾病之外,摄取能预防心血管疾病的食物也是重要的关键。 医院营养师黄世南表示,黄色蔬果富含胡萝卜素,叶黄素与玉米黄素可以保护免疫系统,维护心血管健康,更可降低冠状动脉硬化,预防癌症及黄斑部病变。 因此想要维护血管健康,民众可以选择食用黄色蔬果,包含南瓜、玉米、地瓜、胡萝卜、木瓜、柑橘、柿子、葡萄又等。 黄世南说,柿子富含果胶是水溶性纤维,可以提高血液中胆固醇的清除率。 地瓜含有黏液蛋白,可以维持血管壁的弹性,是坏胆固醇排出。 丰富的膳食纤维,汗类胡萝卜素,也可预防动脉硬化。 寒流报道,林义夫特别提醒民众要注意保暖。 若出现单侧肢体无力或麻木,口歪嘴邪,说话困难,剧烈头痛,视力不轻等脑正风的症状,一定要把味黄金治疗三小时,送医院施打静脉血栓溶解剂,才能降低脑正风造成的伤害。